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是真厉害的 是真的厉害的 不是假的 亦看整个标普500 总体来说 直至公布到现在 整体盈利增长有33% 是不差的 当然低基数是原因 所以接下来就是说 除了看盈利之外 有没有一些位置我们要留意 因为讲金融业来说 也有少少我们叫做tricky 是因为它撥备多了 收入少了 所以其实如果看收入增长 其实它不是那么高的 银行界总体的盈利增长是116% 但收入增长只有3% 所以要留意这种情况 原来要看得这么细致 那你解释了我刚才想着 即将有一个疑问 因为我们今次看EPS 即是每股盈利 通常美股体业职看了这条数 那你见到就差不多86%公司是好过预期 但如果我只是看收入 其实只有76%是好过预期 即是感觉上好像是有少少差点 而是否就是因为在收入中 miss的一些公司 其实之后的股价度 是真的反映到大家很失望的 即是以前我们很少看到收入 看 net profit和margin是否可以 即是原来今次的业绩 未来分好是否要看收入 没错 因为疫情将整件事扭曲了 为什么呢 我们控制盈利 其实很简单 两件事 收入和成本 如果我可以压低成本的时候 我的盈利就好了 但你的实质收入可能没有好到 正经市场就见到这个情况 比如金融股 我们见到撥备少了 自然就好了 所以我们今次 比如看那些大的科网巨头 加上明远 它公布完业绩之后 个别的反应 其实都有些啓示给我们 你见到 其实如果以它赢了盈利预期 最高有两家公司 包括亚马逊 和Google 是吧 好了 看回它之后 公布完股价变动 都可以的 比如你看到亚马逊 升了4.4% 是 Google升了6.3% 但是反过来 升得最高反而是Facebook 为什么呢 Facebook它盈利 赢的那个幅度 赢了39% 不是最高的 哦 收入很高 没错了 你看到它收入 升过预期 是有11个百分点的 正经这个缘故 就是说市场见到 它真是从实质的收入 来的 不是说靠其他账面的做法 得多一个好的成绩的时候 似乎市场在看这一天 同样你见到 为什么好像有两家公司 Netflix 其实它盈利也赢了预期28% 26% 26% 另外比如微远 也不差 10%也不是特别好 但是你见到 因为它们的收入的预期 它赢的幅度很少 0.4%和2% 所以这两家公司 它当天就跌了8.4%和3.4% 我找了一间 还比较夸张的公司 ServiceNow ServiceNow 是做云端业务的 去年疫情很厉害的时候 一间公司是升得很厉害的 我记得到600元 是的 因为它做了很多云端 就是企业的云端服务 所以当时它真的升得很厉害 这次 你想想它去年 其实它的盈利也很好 这次它还跑赢预期386% 是的 但是因为它的收入 只是升级预期 差不多没有变 1% 就差不多没有变 它当天就跌了10% 加上 它们在盈利发布会 都说明预期第二季 它的收入的增长 会比分析型的预期更慢 所以当时股价就差了10% 所以这一季 我想要留意多些 收入的增长 多于盈利增长 103 When'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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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